小风 你喜欢下棋吗 喜欢 我喜欢下动物棋 你看那老人和双子多好笑 动也不动的 小森 别笑 下棋是要集中精神去想的 是啊 我们到那边去 对了 森森 我考一考你 想字是什么偏旁 妈妈 那是心字旁 不对 不是心字旁 而是心字底 妈妈 心字底是不是和心有关系 对 心字底表示和思想感情有关系 哦 难怪想字有个心字底 忍字呢 忍字是表示要控制感情 不可以冲动 所以也有个心字底 我问你们 你们还读过哪些 跟心字底有关系的字呢 万字 极字 嗯 你们都说的对 正好 正好 你们都说的不得 小森,你喜欢画画吗? 喜欢,我喜欢画画 想把图画画好,要注意什么? 要用眼睛看 对,也要用心画 你们听说过有个叫书心旁的偏旁吗? 它跟心字底是相同的意思 表示和思想、感情有关系 我知道,例如愉快两个字,便是树心旁 还有什么字啊? 例如懒惰两个字,也有个树心旁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好啊,我也想早一点回家休息了 走啊 阿姨,联络所真是一个好地方 大家常常到联络所来活动活动 一定心情愉快,不容易生病 是啊,谈起生病 你们知道有个偏旁叫病字头的吗? 老师曾经提过 阿姨,病字头是不是和病有关系? 是,你真聪明 病字头表示和疾病有关系 痛字也有个病字头 阿姨,瘦难道也是病吗? 古代的人把瘦当成是一种疾病 又如疲倦,也被认为是一种病 所以,疲子也有个病字头 阿,文字真有趣 哎,很迟了 该走了 哎,明天得上课呢 是 小朋友们 参观过了联络所的各种活动之后 你们还记得在节目里所出现的六个偏旁吗? 好,现在就让我来总结一下 足字旁 足字旁的字和脚有关系 例如 跑 翘 踢 跌 肉月旁 入月旁的字 有的跟月亮有关系 有的跟人的身体 器官有关系 例如 脚 肚 腰 腿 耳之旁 耳之旁的字往往和耳朵有关系 例如 冲 取 心字底 心字底的字和思想感情有关系 例如 想 人 忘 急 乳之旁 树心旁 树心旁的字和心字底的字一样 都和思想感情有关系 例如 乳之旁 愿 愿 愉快 懒惰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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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疲倦的皮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